比喻來講 其實到底什麼時候要清空 其實是很tricky的 因為那時候其實 隨著功能的一直開發一直進化 其實我們要考量的就比較多 那其實一開始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只要把大樓貼 cache起來就好啦 結果發現說其實不夠 因為那時候有追一個叫做小惡魔塗 然後他有一堆美女塗 然後就發現說 這個都想把白賣了 然後有時候我又要做那種重複測試 一直都覺得很討厭 那我把分類也把他定下來好了 那總之就是幾乎什麼看得到 都可以把他cash住 那再來就是要考慮到的是說 什麼時候要把他clean掉 然後那時候一開始是有設個上限 比如說 當我這些資料滿600case就把他清掉 後來發現說其實600case也不清準 因為有時候你的使用其實並不一定 剛好說還有這麼多功能可以去用 所以後來就叫他self-reference 然後讓他自己去做一些清理的動作 然後後來發現說其實 就是在某些狀況下 這種方法似乎又沒辦法解決一些問題 所以後來變成說 我們在某些狀況下 是在low某些page的時候 我們會去判斷說 比如說low兩次或是low三次的時候 就把我的memory把它清掉 我可以把它清掉 不然就會很容易發生 out of memory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就是要一直不斷地在tune 那這邊在之後再跟大家講一下說 要怎樣去處理這樣的問題會比較好 然後這邊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我那時候碰到一個狀況是說 我從網路上抓圖回來 然後要把它 把它decode 然後把它做 把image出來 然後再把它塞到螢幕上去 然後那時候有時沒事就會碰到 碰到 我會找到一些解法 那我自己的觀察是 它在low比較大的圖 或是你網路比較不穩 其實比較容易發生這種狀況 那這邊是後來的解法 就直接再用一個 我們就直接改用decode by array的方式 去再把它做一個轉換 那簡單就是把它塞到一個 buffer的input string 然後再把它塞到output string去 那這樣子好像就似乎解答這個問題了 那這邊其實老實講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狀況 因為它給的insertium實在是太少了 那這次已經翻到 後來才找到說有這個解法 就是 如果你的 你前面這邊 在做decode string的時候 你的input string 如果是網路上來的時候 會很容易發生這種狀況 那本來在local端的檔案時 比較不會 那這個有興趣大家可以再研究一下 那如果有研究出信德 可以在這邊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那時候其實 其實在做這種memory的一些問題 其實是有搭配一些tool的使用 然後 一個是DDMS DDMS有一個hip monitor 其實就蠻好用的 那你可以透過hip monitor 去看說 你本身的那個hip的使用狀況 有沒有比較奇怪的這種情形發生 比如說 你多low幾次 那如果他用memory上昇 你就知道說 可能哪邊有一些leak的狀況 那這時候再搭配一個 Eclipse的一個叫做MAT的tool 也有plugin 那其實可以幫你抓到一些 memory leak 那這個也是一個不曉得topic 那大家有興趣 可以在私下來問我說 這東西要怎樣去玩 那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有這兩個tool 所以我其實就還蠻好用的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 Dog就是一個網路的應用程式 那 做最多還是做一些網路的連線 那網路連線真的如Documents 講的那麼簡單嗎 那時候覺得 Java嘛 就不就OpenSocket 不是HDD Request 然後一發 應該就可以連線了 然後就開始發生一點段的慘劇 就是User回報說 為什麼不能連 為什麼看不到圖 為什麼有時候 他好像一直在無止境人中 然後 重點就是 我們都一直複製不出來 然後就覺得很 非常沮喪 然後到最後已經不行了 就知道 在那個服裝上問說 有沒有使用者 可以借一下手機 我們現場看一下 對 那這是一個非常 算有趣的回憶 只是說 如果每碰到一次 我們就要這樣去filtron 那真的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 那你說在 英文公司在內湖 你說在內湖就算了 那有的時候 是什麼 在台中高鐵站 發生什麼奇怪的問題 那我就不能坐高鐵下去了 OK 然後 其實大家都分析起來 大概就 有碰到 大概歸納 大概就自己的問題 一個是Proxy 然後一個是 就是 另外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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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很滿有意思的 那 Proxy 其實我自己 比較沒有真的去 實際踹過 那 我知道在比較早期的手機 你要做網路連線的時候 是 有要設定你的 Proxy Server 然後給你的 Port 那 我這邊其實 說實在我這邊沒有 有在實際的複製出來 那這邊是我在用Involator的時候 其實因為公司網路有做一些防禍牆 那我必須透過一些Projects做連線 那這個其實也間接幫助我 所以我在公司如果我要測一些網路理念事 實際上可以透過測Projects的方式 那就用AndroidNetProjectsGateDeport Host Help Port 然後去讓你的網路的基本上的建立 就是下面那個UIL 建立只能夠透過這個Projects出去 那這個有提供一些User去試看看 那好像是有成功 不過我因為手邊沒有這樣的SIM卡 所以其實我也不確定說這個到底有能夠 解決那些需要Projects的問題 因為那個使用者好像在南部的樣子 那不過至少我們在Involator上面 這樣子跑其實是可以證明說這個Projects是可以Walk的 那當然我們有另外在Login的畫面裡面 在另外做一些設定 那使用者如果有真的有TogelProjects這種狀況 可以再試看看 然後再來是 這邊講的是Timeout的問題 那這邊其實在其網路程式 其實就是要注意就是說 你的程式不能讓它無止經燃值等下去 你要設一個Timeout值 不然如果說像Plug其實 你要Gate圖 你就是開很多Thread或者Tesk去抓這些圖 那如果你沒有設定Timeout 你開10個圖 結果第一個圖 因為某個Host他要繞很遠 然後抓了5分鐘 那使用者一定不會想繼續用 所以你一定要設Timeout 那不管是SocketTimeout 都要把它設定好 那使用者才不會有那麼多奇怪的抱怨 那這個Timeout的值其實是比較tricky喔 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是固定某一些Vari 比如說5秒、10秒、20秒 後來發現其實 80%的使用者都其實有問題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使用者會說 還是會無法連線或是沒辦法LOG in 然後那時候其實看了很久 那有做到一個組合 就是TigerDot的網路加上Samsung那一支7500 他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有很多使用者抱怨說他沒辦法LOG in 然後那時候以為是Proxy問題 然後設的沒有用 然後以為是 是之後會提到Secure Convention問題 然後也沒有用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他的Timeout非常非常短 你大概發出連線之後 大概5秒鐘之內 無二網路沒回應 然後他就自動認為是斷了 然後就沒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 Timeout設太短 會變成說 在某些手機上面 會有一些你無法預期的狀況 比如說 你可能認為10秒鐘對大家是一件 就是差不多的一個Timeout制 但事實上對於 某一些手機而言 你給他10秒 他會覺得不夠用 所以變成這邊 後來我們有另外再發展就是說 我們會去做一個自動調整的 就是 Timeout發生insession 那如果說我今天設太短 然後發生insession 我會再另外 去給他的Timeout做增加 然後再 增加就是看個人喜好 像我是大概這個 5秒10秒這樣 然後最後 再把它全起來 那以後使用者 在開連線的時候 就會用之前 寄到那個Timeout值 那當然這還有一些 比較trick的部分 比如說如果說他一直 他網路斷掉 然後你Timeout一直加 怎麼辦 對那這個 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那邊反正就是 簡單說就是 你的Timeout值 要嘛就是做得很 能夠自動幫他 幫他去做調整 要嘛就是你就跟使用者說 然後把你的手機台上換一隻比較快 然後再來最後是 Secure Connection 那這個是因為那個 Official API 有提供說 我的Pluck 可以用透過 那個Secure Connection 去做連線 那就很開心 想說可以用看看 然後 結果發現說 就是有一些手機 沒辦法連線 因為一開始 就想說這個應該是 對使用者而言 應該是蠻好的一個選項 所以Deepore Turn Up 然後也沒有做Option 然後就發生慘案 就是有人說 欸沒辦法連了 怎麼這一把可以連 下一把不能連 然後後來發生說 在某些手機上面 你開Secure Connection 它會有Essession 就不能用 所以變成說 如果今天寫一個網路用詞字 你要支援Secure Connection 那你一定要有一個開關 能夠讓使用者去 決定要Turn Out或Turn Out 不然會有一些 一些零一線這樣才能生 好 那最後最後是 這個是因為 在黃日有個鋪 有叫小惡魔 他的圖片都是放在那個 中華電信的網路上 那個什麼 Sweet是不是 然後 如果你直接開Saki去連 他不讓你做